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事故已经导致65人遇难 近300人失踪 涉事公司巴西淡水河谷 股价暴跌 日本流感爆发 500多万人感染 稍后我们会连线东京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 当地时间的28号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萨表示 委内瑞拉所有的驻美外交人员都已经撤回国内 而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马杜罗随即回应说 将对新制裁进行报复 美国财政部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是美国有企业 是该国财政收入和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 该公司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制裁将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被冻结70亿美元资产 并且在接下来一年中承受约110亿美元的销售损失 对于美国的最新制裁 马杜罗当天在电视台发表讲话称 美国对委内瑞拉这个陷入困境国家的 国有石油公司实施破坏性制裁是犯罪 他表示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 宣布一系列应对美国制裁的措施 他已向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 发出明确指示 要求其在美国和国际法庭上 采取政治和法律行动 此前 马杜罗27号在国防部长帕德里诺的陪同下 视察了军事基地 并宣布委内瑞拉军方 定于2月10号到15号 举行委内瑞拉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演习 通过这类行动将向外界表明 任何人妄图侵犯委内瑞拉领土 军队都有能力予以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发表声明 承认委内瑞拉议会主席 反对党人士胡安·瓜伊多 为伟临时总统 并称美国将继续通过 经济和外交手段向委内瑞拉施压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同日宣布 委内瑞拉正式与美国断交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 28号晚间通报 该州旷坝溃坝事故 已经确认造成65人遇难 其中31人的身份已经被确认 目前仍然有至少279人失踪 事发矿罢属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28号这家公司的股价 大幅度下挫了20% 28号来自巴西军方 和外国救援队的数百人 携带专业设备赶到灾区投入救援 当天一早 救援人员就在一辆大巴车 被埋的地方 开始密集搜救工作 并在原本是淡水河谷公司 餐厅的位置进行搜寻 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门发言人说 随着时间推移 找到生还者的机会愈发渺茫 但是全体救援人员仍将全力以赴 事发矿罢属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据估计 堤坝内采矿废量约有1230万立方米 当地消防部门说 矿罢决堤后 大量泥浆顺流而下 摧毁了沿途建筑物民宅和客栈 覆盖面积大约40平方公里 巴西副总统莫朗28号表示 巴西政府会对事故进行调查 并对任何一个应对事故负责的人员进行处罚 莫朗还说 巴西政府成立的危机应对小组 会对淡水河谷公司的管理问题进行分析 巴西一家地方劳工法庭28号裁定 拟冻结淡水河谷公司8亿雷亚尔 约合14.3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用于之后的赔偿 加上此前不同司法部门 做出的冻结要求 淡水河谷公司被冻结资金总额 预计将达118亿雷亚尔 约合211.59亿元人民币 受事故影响 28号圣保罗股市开盘后 淡水河谷公司股价大幅下挫20% 英国议会下院将在今天 就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提出的 新版脱欧协议进行辩论 以及投票表决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特雷沙梅在28号会见了保守党议员 为新版协议争取支持 路透社分析说 特雷沙梅面临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他既要说服欧盟同意重新谈判协议 又要确保协议能够赢得至少115名 先前投反对票的议员的支持 而一旦协议遭到否决 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 28号几千名出租车司机 在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 举行抗议活动 反对网约车服务 当天 出租车司机们占据了 马德里最具标志性的大道 抗议运行网约车业务的公司 构成不公平竞争 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措施 对网约车平台进行规范管理 此次罢工从21号就开始了 事实上 西班牙政府9月份 已经同意通过新法规 设定了优步和类似的网约车平台的 执照发放限制 使得网约车服务和出租车 执照发放比例为1比30 同时 新法规允许西班牙各地区 根据当地情况 对网约车服务采取因地质疑的规定 但是出租车司机们仍不满意 认为网约车服务 影响了他们工作环境的稳定 要求对其进行进一步限制 当地时间28号下午 沙特宣布启动国家工业发展 和物流服务计划 希望借此吸引大量外界投资 并且促进国家经济 脱离对石油的依赖 实现产业多样化 按照规划 沙特将在2030年之前 通过国家工业发展 和物流服务计划 吸引1.6万亿沙特里亚尔 约合2.88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用于基础设施 新能源 矿业等工业项目的建设 沙特交通大臣纳比勒·阿穆迪 也在当天透露 政府计划在首都利亚德 建设一个新机场 并计划翻新和扩建5个机场 同时建设一条总长达2000公里的铁路 作为世界最大产油国之一 沙特经济长期依托于石油收入 但持续处于低位的国际油价 对此冲击巨大 使得沙特财政预算出现零年赤字 2016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提出2030愿景 而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服务计划 是这一愿景中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28号的启动仪式现场 沙特政府还举行了 数十个大型项目的签约仪式 签约总金额达2040亿沙特里亚尔 约合3669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多个与中国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 南非开普顿市中心的知名景点 石头山27号突发山火 火灾导致一人受伤 目前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据当地媒体报道 受山火影响 石头山周边多条道路被封闭 此外 除了石头山 附近的信号山也受到了山火的影响 开普顿市官员28号表示 经过消防人员以及当地居民彻夜灭火 目前山火基本已经被扑灭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 28号消防部门又派遣消防直升机 向一些小的零星雨火进行洒水灭火 所幸这次火灾没有造成房屋受损 只有一名在山上过夜的男子被烧伤 不过由于近期开普顿天气干热 风大 当地仍然处于对火灾高度警戒的状态 最近很多国家遭遇到了极端天气 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当地时间的28号 遭遇到了暴风雪天气 根据预报 即将到来的极地漩涡 将可能带来零下50摄氏度左右的极寒天气 而大雪天气也给德国的 很多地方的交通带来影响 根据天气预报 威斯康星中和明尼苏达州 全天的降雪量预计超过30厘米 两个州大量的公立学校 法院和政府办公室被迫暂时关闭 28号上午 密尔沃基市米切尔国际机场 30多个航班被取消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在这场暴风雪后 近12个州将迎来极地涡旋 这股来自北极的冷空气 预计会在29至31号到达 可能会带来非常危险的极寒天气 从南北达科他州 到俄亥俄州的大片地区 气温将骤降到零下23至零下40摄氏度 部分最冷的地区 气温甚至可能降到约零下54摄氏度 而在德国大雪同样来势汹汹 当地时间28号 德国西南部多个高速公路路段交通 受到严重影响 持续降雪加之天气寒冷 导致道路结冰湿滑难行 车辆行事缓慢 部分路段交通受阻严重 甚至被暂时封闭 当地已经派出多辆铲雪车清理路面 德国部分地区 今年冬季降雪明显 本月早些时候 大雪还导致德国南部地区 发生了雪崩 根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对全国5000所定点医疗机构的 抽样调查显示 光是上周一周时间 就新增了213万个流感病例 流感在日本大爆发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 在东京的财经频道记者胡一胜 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医生好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日本流感疫情的最新情况吧 好的 主持人 近期日本进入了流感高发期 目前包括东京大阪在内的47个都道府县 也就是日本的47个一级行政区 均已突破了流感疫情的警戒线 我们在东京也感觉到了街上戴口罩的人 比起往年的这个时候明显是多了不少 那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调查显示 仅在上周一周就新增了213万个流感病例 那入冬以来 本季确诊的患者数量累计更是超过了540万人 而且感染的患者中半数以上都是病症最为严重的假型流感 那目前在长野 靖岗等日本多地还出现了集体感染的疫情报告 并且已经有超过20人死亡 那从患者的年龄来看 本次疫情主要集中在19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 那据统计在上周的新增患者中 0到19岁的感染人数是约为100万人 占到了整体的近一半 那其中5到9岁的儿童患者人数最多约为35万人 目前日本已经有一些中小学校 因为流感扩散而临时停课 那由于正值考试季 一些校园内还专门使用了消毒液进行消毒 来帮助师生预防流感 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那随着流感疫情的加重 抗流感药物的使用量 同比也是增加了44%左右 日本一家制药公司 去年3月开发的一款新药 是占到了现在日本抗流感药品市场份额的6成左右 也是目前在日本的第一大抗流感药 但值得关注的是 根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息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 对该药物具有耐药性的流感病毒 那这也意味着 接下来日本的抗流感形势 可能更加的严峻 那我们也在这里提醒 春节期间有赴日旅游计划的游客朋友们 做好预防流感的准备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带来的观察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个儿大够甜 阿根廷蓝莓加入中国百姓的年货清单 我俩不欢 伦敦中国城年味十足 英国人爱上了四川波波鸡 会深度学习 能烧菜能洗碗 厨房机器人 烹饪的好帮手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各地的人们又开始置办年货了 从对联窗花到红酒龙虾 从大宝小宝到快递电商 在咱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不管形势怎么变 一份年货就是一份温情 始终与家同在 今年的春节 我们财经频道推出 《中国年货地图》系列报道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带您看遍全国各地的年货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山东看一看 山东寂寞麻片是一种苏类点心 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经过一代一代糕点师傅的 不断总结和改进 寂寞麻片逐步形成了 一整套流程完备的制作记忆 来看一下 这后边卷的 对着这个羊毛它基本是透明的 它是酥脆香甜 面短了不可以 面硬了不可以 清正了不可以 不点了不可以 我是从18岁开始学麻片的 到现在有40多个年头了 这种生活的基本上麻片的特点 对起码这个30年的时间 二十几道工学一道也不能变 我这是免得要抓银时间 因为完了嘛 完了这个脖子就退了 所以放不出来就要破 我还是要的 这个业终在66%了 也干不动了 我们在土地就是会把这个马片 把这个下去 希望工作人员知道 谁买的马片 今天的年货地图之洋年货片 我们去阿根廷看一看 经过近五年的努力 2018年的11月 阿根廷向中国出口了第一批蓝莓 中国消费者也能在 今年的年货青摊当中 加上这种南半球的反季节水果了 阿根廷的蓝莓产地 主要集中在布宜诺斯埃里斯省 以及其北部的一些省份 那里具有丰富的日照和水源条件 而地处南半球的阿根廷 还拥有反季节生产蓝莓的优势 我们是中央生产生产蓝莓的优势 位于布宜诺斯埃利斯省的 这座蓝莓种植园 占地30公顷 就像阿根廷大多数的蓝莓产地一样 这里的蓝莓仅供出口 由于蓝莓是一种相对交际的水果 基本上只能靠员工采摘 在收获季最忙的时候 种植园里大约有100人同时进行采摘 每个人每天能摘60公斤左右 阿根廷的蓝莓收获季 一般是每年的9月到12月底 所以其实现在在种植园里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蓝莓了 我们看到的这些 是最后的一些晚熟的品种 那么蓝莓在经过人工采摘之后 会在第一时间运往附近的工厂 在那里经过处理之后 不到24小时的时间之内 就要发往海外的市场 想要成为一颗符合出口标准的蓝莓 首先在个头上就要过关 根据标准 直径至少在11毫米以上的蓝莓 才有出口的资格 在机器和人工相结合的流水线上 每500公斤的蓝莓 从进入筛选流程到装进小盒 打包装箱完毕 只需要15分钟时间 然后根据物流安排 通过空运或船运的方式 发往各国 阿根廷是世界上主要的蓝莓出口国之一 95%以上的蓝莓都用于出口 目前最大的出口对象是美国和欧洲 而对于中国这个刚刚向阿根廷蓝莓 敞开大门的新市场 当地的蓝莓生产商充满了期待 2018年阿根廷 向中国试运了第一批蓝莓 但预计真正大规模的出口 要从2019年开始 在八九月蓝莓刚开始收获的时候 会通过空运的方式最先到达 之后再采用更为经济的船运方式 蓝莓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 花青素等营养物质 果皮含有丰富的果胶 新鲜生吃的营养价值最高 不过蓝莓的保鲜期也很短 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消费者身边的蓝莓 最好马上放到冰箱冷藏 春节快到了 不光是在国内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 中国年味也是越来越足了 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城 人们一边赏花灯 一边品尝地道的中国川菜 体验着无辣不欢的畅快淋漓 春节将至 在伦敦的中国城里 年味不仅仅能从街道灯制中感受到 更是化作香味从遍地开花的川菜馆中传出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城里大大小小的40多家中餐馆中 川菜馆的数量直线增加 并占据了约四成 从玻璃窗网里看 除了红亮亮的火锅香锅以外 还可见到一种独特的汤锅 里面泡着竹签串串 记者了解到 这道传统的四川当地小吃 名为波波鸡 于近些年登陆伦敦 比小桥这样一盆像串串香 或者像麻辣烫的这个四川传统小吃 从容器到汤底都是非常讲究的 那么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味道如何吧 Alan shall we try呢 Let's go on Let's go on 波波鸡成为了这家餐馆 2019年的主打菜品 杨主厨告诉记者 制作这道菜汤头是关键 使用从中国空运的四川辣椒 来制作辣椒油 加之以当地新鲜的青红椒 以及葱 蒜 最后再加上熬制的大骨汤和鸡汤 成就了浓香的波波鸡汤底 因为我们这个川水 都是汤是凉的 因为我们提前把汤最好 汤是凉的 川水菜是热的 所以是菜热汤凉 再泡点井味 所以这个菜凉汁 井味我感觉可能更火 因为在我们的中国的时候 这个菜大堆小巷都有 英国美食达人Ellen告诉记者 从辣子鸡到重庆火锅 再到烤鱼口水鸡 他已经迷上了四川 独特的马鱼辣 西西湖的香蕉 是很不一样的味道 因为它让你的脖子变得很稠 你会失去脏的感觉 那是挺可疑的 中国食物或西方式的 中国食物可能是我们知道 最多的时间 我们只能开始进行 西西湾式食物餐 或云南式食物餐 非常好 非常不同 可以看到在英国 当地人慢慢开始去接受 中国的各地方小吃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口味 而这也丰富了各国时刻 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认知 2019韩国无人机展 最近在釜山落下了帷幕 全球一百多家企业和机构 展示了多个领域的新型无人机 氢燃料无人机 成为了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下 今年首次亮相的这款 氢燃料无人机 可以说是本届 无人机展上的一大亮点 与传统的离电池无人机相比 氢燃料无人机 不仅更加环保 而且在续航时间的优势上 也非常明显 它的续航时间 是达到了两个小时 而且在着陆之后 只需要更换 这个氢燃料电池包中的 氢气筒 这样就保证了 氢燃料无人机的持续飞行 韩国企业推出的 这款氢燃料电池包 是全球首次实现 商用化的 无人机氢燃料电池包 这款氢燃料电池包 在韩国市场 已开始预约销售 价格为3000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18万元 搭载氢燃料电池包的 整机价格为5000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30万元左右 本届展会上 无人机操控技术的革新 综合性能的强化等 也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说这款无人机 它是搭载有 高倍光学变焦相机 和热成相仪 不管白天和黑夜 都可以在港口和其他地区 进行高空巡视和监看等等 这款无人机的 抗风能力非常强 对磁场也有很高的抵抗力 可以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 完成对大型建筑物的 安全监测和测绘等活动 这款无人机可以一次性 投掷10个以上的救生圈 可以为溺水事故 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 那水中无人机则可以实施 监测水中的温度 水流变化等等 为水产养殖提供参考 去年 韩国无人机市场规模 为230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3.9亿元 在由中国 美国等国家 占主导的全球无人机市场上 占比仅为5% 最近几年由于气候变暖 海水酸化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澳大利亚的大宝礁的珊瑚 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最近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水下机器人 试图帮助修复受损的珊瑚 并且向大宝礁运送幼年珊瑚 使珊瑚礁可以健康生长和延续 这种水下机器人 实际上是一个手提箱大小的潜水器 它能沿着珊瑚礁的受损部分自主移动 并为它们拨下成百上千个 微型珊瑚幼体 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 大宝礁外的弗拉索夫礁 对机器人进行了测试 在试行中 潜水器散布了10万份幼体珊瑚 这些样本均来自于 2016年珊瑚白化事件的幸存者们 当时的白化事件 导致大宝礁北部 及更往上海域的珊瑚大片死亡 在机器人将珊瑚幼虫拨下后 研究人员们还必须耐心等待 至少6到9个月的时间 观察这些珊瑚幼体 是否能够存活 研究人员计算出一个机器人 每小时可以覆盖 1500平方米的海域 他们计划在未来一年内 改进技术并扩大生产规模 利用高科技 为大宝礁的延续 带来新的希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 大宝礁占地348000平方公里 1981年 作为自然遗产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生态系统 大宝礁每年都吸引着超过200万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英伟达被看作是人工智能领域 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厂商 他们当前正在研发一款厨房机器人 来探索机器人和人类 怎么能够更好的分工协作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英伟达在人工智能领域 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来看一看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在新加坡带来的报道 那么英伟达公司在人工智能上 还在不断地去寻求突破 那么这包括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英伟达公司在其位于西雅图的 机器人实验室就开启了一个 全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那其中是很多呢 让人值得期待的机器人产品 那么其中的一款呢 整成这样 那么这是一条单臂的厨房辅助机器人 那么英伟达表示呢 他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以及深度的学习来检测 以及跟踪周围的物体 能够很快地适应周边的环境 并且呢做到提取物品 开关抽屉 杂物收拾等等指令 那么公司的研究员表示说 厨房环境呢 可以说是人工智能 最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之一 因为空间小 以及呢环境的密集度高 那么目前呢 英伟达的这个人在不停地 深度学习的辅助机器人呢 通过检测周围的环境 而形成所谓的数据 连续感知反馈 机器人在深度学习之后 能够在厨房的环境当中啊 清洗脏盘子 探索食物的原材料 以及呢最终能够和人们一起呢 进行喷嚷 而英伟达表示呢 这款机器人啊 属于这个协同机器人的范畴 在未来呢将会拥有 非常广阔的使用潜力和空间 也就是说啊 这种机器人呢 不止啊可以是一个厨房达人 同时呢 它还可以呢 用于工厂 医院工作 以及呢 也可以用来帮助残疾人 那最终呢 来促进人类和机器人呢 能够进行这个人机的协同合作 那最后再来提一句英伟达公司 那么在隔夜呢 它再度的成为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 那就是因为呢 最新发布的这个财报呢 是不及预期 使得第四季度的财技营收指引呢 大幅度下调18% 使得英伟达的股价呢 盘中一度也是暴跌18% 最后呢 收盘跌幅是接近14% 因此呢 对于英伟达来说 如何能够将人工智能的产品 尽早地落地进行这个市场化 以及能尽快地去变现 那么这是公司呢 面临的主要为来挑战 正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俄罗斯警方28号宣布 已经破获前一天 发生在莫斯科国立 特列驾科夫画廊的名画被盗案 并且抓捕了一名 现年31岁的男性嫌疑人 被盗画作也被完好的巡回 监控视频显示 27号晚上一名男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到画廊的画作前 登上梯子 把他取下来 平静地离开 警方已经初步认定 这名31岁男子的犯罪动机 是谋财 最近俄罗斯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创意雪橇大赛 各种奇特造型的雪橇纷纷亮相 为寒冷的冬季 带了别样的乐趣 一起到现场看一下 在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 一场比赛把雪橇玩出了花样 这些形状各异 大小不同的雪橇 有的像埃菲尔铁塔 有的做成了蒸汽火车和拖拉机 还有可以吃的姜饼屋雪橇 今年已经是当地举办创意雪橇大赛的第三年 尽管天气寒冷仍然吸引了很多民众精心打扮 前来观赛 如果我们能够到晚会再温暖 因为温暖的温暖 看到有点热 在街上温暖 -22这不是预算 在過去年是-27 經過一天的比賽 最終江秉烏雪橇 贏得了滑得最遠的獎項 滑行距離達到400米 觀眾們則把最具創意獎項 頒給了一個拖拉機雪橇 它的特別之處 是在發動機罩下面 有一個可以烤肉的燒烤架 獲勝的團隊可以獲得1萬盧布 大約人民幣1000元的獎金 儘管這筆獎金 可能遠遠低於 製作雪橇的成本 但人們參與其中 收穫了別樣的樂趣 最近一處位於泰國曼谷的停車場 在網絡上走紅 在這裡汽車密密麻麻地排列著 把整個停車場堵得水泄不通 原來由於這個停車場不收費 每天早晨都有幾百輛車 争相恐後地開進來 但是要想出去 卻成了一件非常高難度的事 除了考驗司機們的駕駛技術以外 還要輾轉騰挪 把周圍車輛推開來騰出路來 由於停房過於密集 為了保護愛車 司機們還用塑料泡沫製成保護墊 來減少掛層 最近世界極限運動會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小鎮阿斯彭舉行 來自世界各地的頂級極限運動選手 在冰雪賽場上展現了高超技巧 為觀眾奉獻了一場場激情澎湃的 視覺盛宴 節目的最後一起來看一下 他是在那裡的掌握 在這ард上而言 水中上展現了 在這裡駕駛屔 在這裡駕駛層上 夾越南風 飛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